台灣會不會進入大地震週期了呢 今天早上很多人在睡夢中都被搖醒 清早上的7點05分 東部海域發生規模6點2的有感地震 是今年目前的最大震 而上午10點多又來一震 這樣據表示未來5天之內 不排除有規模5以上的余震發生 但這一切難道印度神童早已預言了嗎 他說從現在開始一直到明年的4月份 世界的某處可能會經歷一次重大的地震 加明聽說這個大地震 你昨天晚上就有感覺 對 確實明君在這幾天 因為其實台灣附近的地震真的非常的頻繁 加上剛剛明君也講了 台灣感覺進入到地震的一個耗發期 活躍期 所以其實在昨天 應該不是在講昨天 在這一陣子我覺得說 感覺台灣要有比較大的地震出現了 果然今天早上遙醒我的不是夢想 是地震 這個地震發生在早上7點多 很多人可能正準備要起床 要出門上班 或者你在上班的路上 所以在這次的地震 正央其實還好 它距離台灣大概還有120公里左右 但是因為它的震央非常的淺 只有5.7公里這麼深 所以是屬於極潛層地震 但地表上面的震度就會非常的大了 所以包含在當時宜蘭還發出了 這個國家級警告 因為原本預測震度有可能來到4級 不過最後這個實際觀測下來是3級 包含在北台灣這邊 也都是來到3級的一個震度 所以大家在今天早上 會感覺非常非常的有感 那當然10點多 10點54分 又再有余震發生 不過那時候震度就沒有這麼樣的明顯 不過大家不要掉以輕心 因為氣象鼠也說了 在未來這段時間 很有可能還會出現規模5.5到6的一個地震 提醒大家真的要特別小心 不過在今年地震頻繁 我們可以看到很多點點對不對 不是只有台灣 因為在全球各地地震都非常非常的多 如果大家還記得的話 其實在今年2月份 土耳其跟敘利亞的邊界就發生了 兩起比較大的地震 包含瑞士規模7.8跟瑞士7.5的一個地震 所以你看這個房子直接一震一震 就直接在你面前倒掉了 所以你就覺得天啊 地震的破壞力真的非常非常的大 那當然當時也很多國家出動 這個搜救隊去幫忙來協助救援 包含我們台灣也有搜救隊去 那也救出了非常多的一個幸存者 但是其實大家會注意到 其實這個地震結束之後 有人就注意到了 在土耳其跟敘利亞這個兩國的邊界 竟然出現了像這樣子 非常大的一個裂縫 你透過這張照片就可以看到 這是一個人 你可以把它當比例子 這是一個人 你看這個裂縫有多麼大 而且他不是說我只有一個裂縫而已 它還非常的長 長度來到了300公里 這麼長的裂縫 如果你對300公里沒有概念的話 大概多長 大概跟台灣頭到台灣尾 差不多的距離 所以你就知道 這一個長度是真的非常非常的大的 而且因為地震板塊移動的關係 所以導致這個陸地 兩塊板塊朝相反的方向 這個裂度寬來到了7公尺 所以非常非常的大 那除了二月份之外 九月份北非的摩洛格 同樣也發生了百年來最大的地震 瑞士規模來到6.8 而且剛剛看到這個房子 震得亂七八糟 甚至很多人在這個路邊 地震來的時候要趕快跑你知道嗎 所以你看那個狀況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危急 那這一次的地震 也導致了3000個人死亡 所以你就看到 今年地震真的非常非常的多 而且來都是來非常大的地震 不過有人想到說 地震這麼多 這句話好像聽過誰講過對不對 我看武器新聞網 你們好像講過有個人講過 是誰 那個人就是印度神童阿南德了 他在今年的6月 做出了全球今年的一個預測 預言 包含有幾個列出來給大家看 包含講說經濟將有好事發生 當然疫情過後 疫情復甦對不對 所以當然經濟有可能有好事發生 再來講到中美等國會增加軍事預算 這個看起來也蠻準的 因為原本大家想說 會不會是俄烏戰爭對不對 現在看起來尾巴也打起來了對不對 你覺得中美在增加軍事預算 對 所以這個也被他講中了 那另外還提到說 2024年也就是明年的4月以前 地震的風險全球都非常非常的高 而且在世界的某處 可能會有一次非常大破壞力極強的一個地震 那現在看起來到底會發生在哪裡 過去這兩個還不是一個最大的地震嗎 接下來還會有地震發生嗎 大家會覺得非常非常的害怕 不過當然地震這件事情 不是只有阿難得講 還有一個自稱是未來人的人 他竟然也講到地震這件事情 來看這個未來人 他自稱他是來自於2671年 這真的好幾百年之後的人了 他在社群網站上 就做出2023年的預測 他說地震將會導致海底出現 比瑪里亞那海溝還要升兩倍的一個新的海溝 因為地震而引起的 對 所以就表示這地震一定要很強 因為瑪里亞那海溝已經很深了 要比它升兩倍 而且如果升兩倍的話 還會有一個現象出現叫做 很多滅絕的生物都會重新出現在地球上 聽起來感覺天方夜潭 那怎麼可能對不對 滅絕的生物我想像中是恐龍 不可能吧 對 但是還是有一些小生物 現在看起來好像有些跡象 跟它長得有點吻合 包含什麼 包含看到這一個澳洲塔斯瑪尼亞的海邊 發現了這種魚 它叫做斑點長手魚 明君你看那個畫面 它這個魚長得很特別 你看它手看起來 它的前面照樣一般魚是旗 它就像手一樣 長出兩隻手 對 它還可以在地面上面這樣移動 所以你就看起來感覺像手一樣 科學家也說這種魚不常見 前一次發現它是20年前了 20年後這個魚突然又出現了 對 而且科學家說全球大概就剩2000隻 原本大家都覺得它已經滅絕了 結果沒想到最近 竟然有人在海邊又看到它了 是不是感覺滅絕的生物又再度出現了呢 當然不是只有澳洲 不是只有南半球 在北半球 中國最近也有一個被宣布滅絕的生物出現了 是什麼呢 就是這個叫做陽彩碧金瓜 就是類似那種獨角仙啊 對 陽彩碧金龜 其實它在中國的時候 1982年的時候就已經被宣布滅絕了 可是你看這個畫面 它栩栩如生 你看它前面兩隻 這個錢壁非常的長 而且就在樹上這樣爬 最近就在江西的山區 有民眾看到說 看到它了 對 它竟然就這樣 不是說只有在樹上爬 它還飛到民宅裡頭 但覺得說這個東西 長得跟一般的金龜子不一樣 所以趕快去通知警方 通知學者來看 發現這個不是之前被宣布滅絕的 陽彩碧金龜嗎 竟然在最近又出現了 所以現在看起來 包含是地震也好 包含是這些滅絕生物也好 也跟這個印度神童也好 還有這個未來人 這樣好像越來越 慢慢的吻合起來了 未來人的預言 好像真的有陸續的實現了 消失40年的甲蟲再次出現 消失20年的這個魚類 也再次重新出現在地球上面 那講到未來人的預言 有時候大家不太相信 說你真的來自未來嗎 但當它命中的預言准的時候 大家覺得好像似乎真的有可信度 講到未來預言 其實當然不只剛才嘉明講的那一位 世界上有好幾位很知名的未來人 跟大家來說一說 有什麼樣的預言 讓大家真的 寧可信其有呢 對 因為其實很多未來人 一來你的身分我就不相信了 更別說你講的東西 但是經過時間去驗證之後發現 好像真的有這麼一回事 來看到這個未來人 他是出現在網路上 你還記得 日本的國號叫什麼 叫令和 對不對 他是在2019年4月份的時候 公佈新的國號叫做令和 但是公佈之後有人在網路上就發現 一個很神奇的事情 竟然在三年前 2016年我們來把這個貼文找出來 好 他發文的預期是在2016年的7月13號 所以等於說過了已經提早三年 他你看到名字 大正 昭和 平成 接下來下一個人寫令和 這種國號不會事先透露的嗎 不會 我跟你講 在日本的政府 他們也非常的謹慎在討論這件事情 還要看地毯下面有沒有裝竊聽器 所以你知道他們是沒有想要讓令和 這個事先曝光的 但三年前就有人先講到說 下一個國號是令和 而且大家還發現說 你看他發文的時間是凌晨的三點多 那個時候 前一個名人天皇還沒退位 他竟然就在講 下一個國號是令和 這多麼大不盡啊 結果就在當天的晚上 大概快 但已經領先了大概15 16個小時 NHK就公佈 名人天皇要退位了 所以你看他預測了 包含下一個國號是令和 包含也預測了天皇要退位 好厲害喔 你是未來人嗎 對不對 怎麼講得這麼準 好像事情你都知道要發生了 不過其實日本還有另外一個 非常厲害的一個未來人 就是他 他是自稱來自2062年的一個未來人 那他多厲害呢 他在2011年3月11號的時候 他就發文 告訴大家說 大家趕快往山上跑 311這個日期 對 你會覺得說 為什麼要往山上跑 結果你沒跑的你就知道 311東日本大地震來了 海嘯也來了 那你是不是真的要往山上跑 所以你看他精準預測 而且他也講到說5年後的4月15號 會出大事啊 要有大事情發生了 2011再加5年 就是2016年的4月15號 發生什麼事情 發生了熊本大地震 這麼高 所以你看他講的都是準的喔 看起來都是準的 而且大家就有人問說 你說你從2062年來 那你告訴我們當時 全球的狀況怎麼樣 日本還在不在 他說還在 但是差點不在了 為什麼這樣講 他沒有講為什麼 但是有人問說 那中國咧 中國那麼強勢應該還在吧 他說沒有 中國已經不存在了 2062年中國不見了 對 但是為什麼消失 他也沒講 但他有提到說 2031年將會爆發 第三次的世界大戰 準不準到時候看了才知道 有沒有可能世界秩序充足呢 對 那當然喔 這個講到未來人 有些人是說 我從未來來 但是有些人可能會從 不同時空來 為什麼這麼說 因為同樣在日本 也發生了一個難以解釋的事情 這事情發生在1957年的7月 當時有一個外國人 白人 留著一個鬍子 穿著西裝 看起來非常的體面嘛 對不對 搭飛機降落在東京的羽田機場 準備要排隊入關 看起來跟一般人都沒有兩樣 但是你知道 入關的時候海關一定要問說 你來這邊來日本幹嘛 要待幾天 住哪裡 對不對 但是他就講了 他是說 他是第三次來造訪日本 自己來是來談生意的 他說自己來自一個叫做 塔里的一個國家 不過海關聽到這句話就說 哪尼 我沒有聽過塔里的這個國家 哪尼 世界上沒有聽過這個國家 可是問題是你看 他拿了這個護照 上面就是有國徽 Republic of塔里德 塔里德共和國在哪 對 所以你有護照表示說你想的應該是真的 而且你裡頭也包含有這些出入境的一些蓋章 簽證的一些蓋章對不對 照理講你所言不假 但是問題是海關就真的沒聽過 所以好 那既然爭執不下 那海關是哪 好那我把世界地圖拿來給你指 你告訴我塔里德到底在哪裡 所以他在這一個地圖當中 他就把這個紅點點在這個地方 有點小把它圈起來 這個紅點點 他說這裡就是我的國家 叫做塔里德 這個地方在哪裡 在歐洲 上面是法國 下面是西班牙 所以它是在邊界上面 小國家 對 小國家 但是問題是這一個海關看得像 不對啊 在我們這邊這個地圖上面的地方 叫做安道爾 怎麼不是你講的這個塔里德 從來沒聽過 那所以你看 那好你說你來洽工 你要跟誰開會 你要住哪個飯店 我去查你要跟誰碰面 跟有沒有訂飯店 就知道了嘛 對不然你從哪個國家來我們不知道 結果打電話去他要開會的公司 說沒有 我們沒聽過這個人 那再打電話去飯店 他就說沒有 我們沒有這位先生的地方紀錄 那這個人到底是誰 你從一個不知名的國家來 不曉得要來幹什麼 所以這個海關就決定說 好 那不然這樣子 我給我們一點時間查查 我們先安排你住到附近的一個旅館去 11樓住的位置非常的高 那因為你來路不明 所以他們派了兩個保全 負責去看管他 就站在飯店的一個門口 房間的門口去等著你 怕你跑掉 結果沒想到 這一個隔天 這個海關想說 我們還有事情要釐清 要去飯店找這個人 要去找他的時候 房間裡面沒有人 人竟然就不見了 而且房間看起來 像是沒有人住過的一個樣子 而且你要知道 剛剛講了他住在11樓 房間只有一個小小的窗戶 你也不可能從窗戶跑出去 而且更神奇的是 人不見就算了 你那本護照 我原本日本海關已經把它扣下來 也不見了 憑空消失 對 所以不管是人也好 這個護照也好 全部都不見了 所以現在大家在講說 這個男的會不會是從一個 有塔利德的平行宇宙 穿越來到了我們現在這個世界 那之後他又回去 所以才會從我們地球上 憑空消失這到現在為止 都還是一個難解之謎